欲知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是果 今生做者是 人心正则人人从善 世事寻理 自能安逸相处 人心邪则次情纵欲 任意忘形 自必一患无穷 民国初年 地贤法师讲述了一段 地狱报应的真人真事 这一幕中法合眼的诡剧 在上海闹了很多日子 差不多人人都知道 证明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好成梦境 明明长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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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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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披甲帶說苦千斑 著實擔心寒 在過關中成長情端 望你不破坎不長不絕藍 浮生若夢一切接頭 浮生不可等會有夜水深 營火營火 落尾輪迴 營火營火 輪迴 營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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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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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积点功德 老爷 说到积功累德 比起其他人 你可是绰绰有余呢 为什么说得这么感慨呢 秀梅 我能够和你共守到今天 在我人生道路上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 谢谢 谢谢陈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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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爷 你真是个大好人 帮我们救人家 你们真是个大恩人 陈老婆 陈老婆 别打了 陈老婆 陈老婆 你没事吧 陈老婆 你没事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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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儿啊 有没有受伤啊 你没事啊 你要小心啊 你没什么事吧 陈老爷 你好尽忧老婆 行啊行 陈老爷 陈老爷 快来帮陈老婆将免斑回去 多谢 这头桥算是正式完工了 你们应该谢谢陈老爷 还有陈夫人 以后呢 你们这不必在涉水过河 这么麻烦又这么辛苦了 其实呢我为这个村庄造福 也是为了我自己 大家不必感谢我 最重要是方便大家人人受贿啊 我不要哭 冤枉啊 冤枉啊 不准不闹 每个冤魂下到地狱都说自己是冤枉 你们到底有什么冤情 直说 有一天山西年冠不好 导致村民有些病死 有些就饿死 当皇上知道这件事之后 派了县官陈老爷 到山西办理镇宅救济村民 怎么知道那个贪官 居然将振振的六十万人两尘为己有 害得成千伤万的村民饿死 还不止这样 当朝廷调查这件事的时候 他还用银子废负官方的人 将实情隐瞒 阎王爷 这个贪官造这么大的罪孽 怎么可以让他在人间尽虚相扶啊 承某危害成千上万层人命 自有因不报应 不需要急促 一旦时辰到 承某必定会带来等待审判 我不要 但是阎王爷 承某还死了我们这条顿成千伤万的人命啊 咱们可以让他偷摇法外啊 阎王一定会查明此事 你们全部退下 是 阎王 谢谢阎王 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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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即刻划阳间 将承某方的冤魂压下 行 老爷 不要 老爷你怎么了 老爷你怎么了 不要 老爷你怎么了 不要 老爷你怎么了 老爷你怎么了 不要 老爷你怎么了 不要 不要 帅哥哥 帅哥爸 地狱有烟会逢死你 阎王要你下去先趴 我 我不去 阎王有命 故龙代败 快跟我们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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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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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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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老王 怎么这么迟 你知道吗 程老爷已经死了 怎么这样的 是不是真的 真的 程家正在替程老爷处理伤势 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真的 真的 那我们快到程家去看看 走吧 走吧 谁 你来 好 нул 搞吗 宝宝 程夫人 程老爷生前乐善好事 做了不少善事 我们今天来替程老爷诵经结缘 多谢法事 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经之路 您不必太伤心 自己保重 怎么好人会这么快死呢 真是可惜 就是嘛 程老爷为这个村庄出钱又出力 怎么会这么短命啊 真是好人难做啊 所以我说 趁现在还有时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人生真是无常 今天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 还做什么呢 程老爷生前不也做了这么多好事 还是一样的短命 尤其是程夫人 实在可怜啊 就是嘛 孙子还这么小 以后程家 只有靠程少爷这个独生子来支撑了 程家要靠那个二世祖来支撑啊 可就难咯 在这条村里 谁不知道程东阳是个恶霸 真是不明白 程东阳造的业都夹在他父亲的身上 怪不得程老爷这么早就去世了 想想想也有道理 老爷 你怎么这么忍心 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走了 母亲 母亲 你别这样 老爷 你走了 丢下我一个人 日子怎么过 你还有我们呢 老爷都不在了 我做人也没有意思了 母亲 你别这样 让父亲听到他会不安心的 奶奶不要哭啊 我的公司 程夫人 程老爷突然的去世 我们村里的人都觉得很可惜 很伤心 程老爷虽然不在了 但是他平时又盖庙又造桥 让我们村民受益不切 我们会永远尊重他和感谢他的 是啊 程老爷的精神 是和这个村同时存在的 你有这样的夫君 就应该值得骄傲 你也不必太伤心了 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丧腹之痛的心情 你们是不会明白的 老爷 老爷 你不必再说了 我一个大羊都不会给你的 母亲 别生气 会气坏身子的 父亲的钱迟早是归我的 我现在只不过是 先向你拿一点来用一用而已 东阳 你父亲还没过头期 我们还在受伤的 拜托你 做好自己的本分行不行 我现在又不是做了 伤天害理的事 只是跟你要点钱用 何必说一大堆道理呢 你有没有想过婉君的感受 你成天在外花天酒地 怕在青楼那儿 跟那些姑娘左用右抱的 像什么话 不必说了 我给你的那些大羊都花光了 男人三妻四妾 有什么奇怪的 要做个贤娘输得的妻子呢 就要学习包容 父亲在的时候都没你那么会训话 你还说还敢提起你父亲 如果他权下有之 看见你这么放肆 他一定很痛心的 母亲 别这样 算了算了 不给就算了 整天哭丧的脸 父亲就算不死 至少都被你烦死了 东阳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母亲说话的 我现在告诉你 不关你的事 你那么空闲 不如进房子照个孩子 结账 来来来 程少爷 一共两个大羊 写个欠单给我 过来能到我家来收 程少爷 我们茶楼一向都没有写欠单这回事 你现在不认得我吗 到我家来收什么问题 程少爷 这样 这是不合规矩的 规矩可以改的 我只是欠你又不是不给 程少爷 你们程家在这里吃饭 一向都是付现款的 从不拖欠的 我父亲替你们做这么多事 我只是吃顿饭 你只跟我斤斤计较 这个钱财的事 清楚一点比较好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今天出门没带钱 身上一个大羊都没有 你喜欢的可以到我家来收 要不然你可以去报官 程少爷 不是我多嘴 程老爷在我们这村里德高望重 人人都尊敬他 你现在的行为会影响你父亲的声誉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 我都说我父亲笨了 花这么多钱在这个村子里 到头来得到什么 我可没他那么笨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批评你的父亲 废话少说 你喜欢就到我家来收 要不就算了 程少爷 父亲做了这么多好事 一点便宜都捡不到 真是死了都没废佑 公子做做好心 给点钱 你这臭药饭的 本公子今天心情不好 你还挡着我的去路 滚你边去 不告诉我 连乞乞都在欺负 谁惹我 我就替谁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是来早依来迟 因私道令 故往今来放过谁 你有本事就叫天来收我 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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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进来没见你找姑娘开心呢 每次见到你们一定是说这样的话 有谁不知道 有谁不知道陈公子出手这么大方呢 你知不知道最近百乐门的姑娘个个都挂念着你啊 别提了 见到你们两个这么开心我就生气 不好意思 我忘了你还在手脏呢 你要保重啊 是啊 当孝子是要手脏的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讽刺我啊 不可能谈这个 什么 不谈这个 那么谈什么呀 我今天吃饭了 没钱给 要写欠单啊 不是吧 东阳 你要让百乐门的姑娘们知道 有损你的身份哦 你以为我想这样的 跟你母亲拿不就行了吗 是啊 你每次没钱花都是这样的 这还不简单吧 这还要你教啊 今日不同往昔 我早上才跟我母亲吵了一顿 连一个大羊都拿不着手 肯定是你父亲的事 老人家这些石骨不坏啊 可不是 羊鬼子都已经快打进来 还那么看不开 人死不能复生 可能过阵子我母亲看开了 将所有财产都交给我打理呢 也说不定啊 是不是啊 什么 还要等你母亲看得开啊 哎呀 这样离开享受人生的日子实在太遥远了 可不是 你现在连吃顿饭都要人家到你府上去收钱 看来你想再到百乐门玩玩恐怕都难路 那你也知道 我们俩实在也帮不了你多少 不如 我们动作脑筋 有好主意啊 当然有了 喂 喂 喂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我梁子在店里啊 怕什么呢 你每次到百乐门哪有问过大嫂呢 没得她在我母亲面前打巧报告 到时候断了彩路活不来 你说的也是啊 还是等她走开了再说 喂 那要等多久啊 你何必心急呢 要有耐心一点 等等不会死的 王奶奶 你慢点 小心看管店铺 知道了 王奶奶 喂 喂 喂 机会 机会来了 坐坐坐坐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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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贵 少爷 老夫人来过吗 老夫人早上来看了账目就回去了 少奶奶也来过才走而已 好 拿起百两来 不行啊 少爷 不行 你知道你现在在跟谁说话 我知道 可是老夫人吩咐过 吩咐什么 这钱我有份的 这间店赚了这么多钱 区区几百两都没有 就算没有 银票我也要 拿来 真的不行啊 少爷 老夫人吩咐过 这些钱是要用来捕获周转用的 拿来周转用的 这间店赚了这么多年的钱 都拿来周转用的 我告诉你啊 你别再说废话 我没什么耐性的 拿来 少爷 你这是在为难我啊 我很难向老夫人交代的 现在儿子快要到外面要饭了 你坐上坐这么久 连这里都不懂 要不然我教你啊 你想怎么样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给不给 不给 给不给 我给少爷 你不要打了 快点 早点拿来不就没事了吧 我告诉你 你不只让少奶来个老夫人知道 要不然我下次不放过你 但是这笔钱怎么办了啊 这点不关我的事 你自己想办法 你不要以为 跟了我父亲这么久 我不敢开除你 陈东阳重出江湖了 这几天我父亲的丧事搞得我烦死了 今晚一定要痛痛快快的玩玩 对了 有钱的好办事 百乐门那边姑娘个个认钱不认人啊 这次呢 你大可呼风唤雨了 少爷人不风流网少年 像我父亲老黄那些冤枉钱 完全不懂得享受人生 话说回来 你家里正在守仓 你就跑出来快活不怕雷劈啊 我就不信这些 像我父亲这样 什么下场 你们都看到了啊 是不是 其实你父亲真是笨 虚度青春 我常常都说了 我父亲的智慧一向都没有我高的啊 是不是 少奶奶 好姐 少奶奶 你还没睡啊 你等少爷回来 我看少爷今晚又是不回来了 你又怎么还没睡 我刚刚在服侍夫人睡了 夫人这几天都睡得不好 我好不容易再哄他上场睡了 红二呢 我帮他换了睡衣就快睡了 晚安少奶奶 晚安 观音娘娘 你要保佑我们成家 上上下下身心平安 还有啊 不知道怎么的 老爷这么快就离开 留下夫人一个人 睡不好吃不下 观音娘娘 你要保佑我们少爷 浪子回头 不要在外头闯祸 来伤夫人跟少奶奶的心啊 哎呀 陈公子 宋公子 赵公子 你们三个怎么这么久都没来了 开姑 生意是不是很大呢 要你亲自出来招待 还好说呢 如果多几个公子像你们这么阔手的 我就不用站在这儿和西北风了 尤其是你啊 你父亲出生之后 还以为你再也不来了 你知道吗 亲戚多么挂住你呢 少啰嗦 赶紧招呼我们到里边 让我们渐渐清醒吧 是啊是啊 你们快进来 陈公子 宋公子 赵公子 你们先喝狼狗酒 姑娘们就出来了 快点快点啊 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喝 喂 是不是很挂念 清清啊 这还要问 这么多天没来 她不挂念才怪 喝酒吧 来来 喝喝喝喝 干杯 来 姑娘来了 姑娘来了 陈公子 喂 清清呢 清清在哪儿 她叫小蝶 她不是你 帮你满夜陈公子 不是吧 开姑 陈公子每次来都是指定要清清的 她是不是不舒服啊 不是 小蝶快到酒了 喂 慢着 清清到底是病了还是不出来 还是怪我这几天没来捧她的场啊 不是 不是就行了 快叫清清出来 你怎么了开姑 快点啊 老师告诉你们 她正在服侍金铺的前老板 是吧 你没告诉她陈公子来了吗 她这几天都在陪着前老板 什么前老板 有什么了不起 快给多少钱我付双倍 快点清清来 快 是是是 别生气了 常公子 我去 那东阳 谁说金钱不是万能的 来来 喝酒 喝喝喝 喝喝 喝喝 常公子 清清来了 好 程少爷 你这么久没来 我轻轻先敬你一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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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位公子慢慢用 我先进去了 前老板 我还以为谁那么有架势 原来是程友方的太子爷 程老爷真是不幸 尸骨还未寒 家人就出来风流快活了 前老板 你怎么那么有空 你家母老虎可让你出来这种风月场所 我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他管 人人都知道前老板是最怕老婆的 不怕回到家里 关起门来 头顶尿壶 清清 前老板的钱你敢要啊 怎么不敢 你当心母老虎来向你要回去 前老板 你真的怕老婆怕得这么厉害啊 哪有啊 我进铺的钱 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哪轮到他管 死爱面子 前老板 你家的母老虎来了 开枯啊 后门在哪儿 请跟我来 走得好 今晚大家静心 全是我的 来 喝 喝 清清 好 这位是你的了 这位是你的了 我喝了 我喝了 母亲 父亲他怎么还不回来呢 你父亲还在外面工作啊 父亲是不是很忙啊 当然了 红耳乖 早点睡吧 来 母亲那是什么声音呢 小孩子不要问这么多 早点睡吧 来 母亲 母亲 母亲那么迟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叫我怎么睡得着呢 你再这样下去 会累坏身体的啊 我还要顾着身子干什么呢 老爷已经不在了 父亲也不想见到你变成这样 没用的 我们做什么他都看不见了 我每次闭上书眼 就见到他 好像还在我面前一样 我真的很想念他安婉君 我晓得他现在 在另一个世界 会是怎么样的 他会见到的母亲 他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 保佑我们的 真的 当然了 父亲生前进了这么多福 一定一早就升天 在天上想天福了 别太担心了 听你怎么说 我才比较安心 嗯 早点睡吧 不然让他看到 他更加伤心啊 我知道了 婉君 还好有你 要不然 我的苦 不知想睡宿了 母亲 自从我进了程家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还这么客气 婉君 我老觉得 我们对不起你 没有啊母亲 你对我很好 你没对不起我啊 不是 我是说东阳 对了 他最近 还是很晚才回家吧 嗯 这个孩子也真是的 能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真可以说是三生有戏 只可惜 他生在府中不知福 还整天在外捏花惹草 冷落了你啊 母亲 你放心 我活得很好 东阳一向来都不喜欢我过问他的事 俗语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会好好做好我的本分的 婉君 真是为难你呢 能够与你成为婆媳 是我们前世结下的缘啊 我的好婉君 是我最满意的媳妇 怎么说 我还是东阳的母亲 她如果欺负你 你要告诉我 我会好好地教训她 骂醒她的啊 母亲你越说越远了 晚安 晚安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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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醉了 我 我要喝 小心啊 我还喝 我没醉了 不要再喝了 小心啊 我还要喝 干杯 我还要再喝 别这么大声 走开 请你骗我的 你还说今晚陪我 你今晚好美啊 弄羊,这是家里啊 我还要喝 少奶奶 什么事,豪姐 夫人她交代 说她今天不到店里去了 她要你到店里去看一看 同时处理店里的账目 母亲她人不舒服吗 昨晚还好好的 还不是在思念老爷吗 母亲始终还是放不下 哪有这么容易呢 老爷她生前 跟夫人的感情那么好 夫人突然间失去了一个半了 当然是不习惯了 我还是先上去看看 不用了,少奶奶 夫人刚刚才睡着呢 看来她昨晚又眼睁睁地到天亮了 那好吧 麻烦你照顾母亲 我打点一下就出去了 那我去帮你准备车了 好,谢谢你 阿贵 少奶奶,你来了 是啊 夫人不舒服 叫我来看看账目 老夫人没事吧 你有心,多休息就没事了 少奶奶,这是账目,你看看 谢谢 怎么样,进来的石头好不好卖 好,进来镇上的姑娘流行穿石头 生意特别好的 阿贵 少奶奶,什么事 这账目好像有点问题 出货跟进账的数目有这么大的差别 你不是 不是不是,少奶奶 我不想的 阿贵 你在店里也这么多年了 如果你有困难的话 可以跟我或老夫人商量了 你又何必 少奶奶 我 你有什么难以言之意吗 不妨直说 少奶奶 我不能说的 我知道你是老实人 连假账都不会做 你一定有苦衷的 少奶奶 我 我不能说 好吧 既然是这样 就算是老爷信错人了 你做完这个月 出了粮 就不必来上班了 不行,不行,少奶奶 你不能开除我 在乡下我还有个娘要奉养的 那你说不说 少奶奶 少爷她最近常常到店里来 少爷来过店里 那这些是少爷 是啊,少奶奶 少爷来拿钱 我不给她又不行 她在这儿又打又闹 她还警告我 不可以告诉少奶奶和老夫人 要不然她就会开除我 这没想到 父亲才去世 她就这样放肆 还打店里的主意 少奶奶 其实我坚持不给她的 但是她居然动手打人 除了你的人 哥哥都怕了她 还说她是村里的恶霸 跟老爷温和善良的一面 简直一点都不像 老夫人已经为父亲的事 伤透了心 她还这么任性 少奶奶 别说我多事 其实少爷的钱花在哪里 你应该知道的 你人这么好 我真替你布置 阿贵 我是个女人 只能做好自己的本分而已 去做事吧 记住 下回少爷再来 不可以再给她了 我不想她败坏老爷这间店 少奶奶 如果你和老夫人在这儿就好了 整件事就不会搞到这样 对不起 这几天真难为你了 少奶奶你别这么说 我进去做事了 你怎么在这儿 不用在家里照顾母亲吗 母亲有好姐照顾 是母亲叫我来看看店里的账目的 你还是早点回去陪陪母亲吧 随便 谁看店都是一样 宛君 我知道最近母亲的身子不太好 你知道了还这么晚回家 你知道母亲很担心你 我知道了 所以我就想到药店去捡一些上等药材 补品给母亲补一补 不如这样吧 你给我点大洋 我去买 不必了 有好姐照顾就行了 不行 我做儿子的一定要见儿子的责任 几百个大洋就够了 他几种药材 需不需要这么多钱呢 当然要了 当然要了上等药材的 东阳我知道你要钱来干什么 拜托你别再任性了行不行 好啊反正都知道了还不快拿来 我不会给你的 你说什么 总之你别再动店里的脑筋了 母亲每个月给你的钱已经够你用的了 我有没有听错 你是不是想败坏父亲这间店呢 你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我告诉你 父亲的钱迟早都是我的 我先拿来用用有什么问题 母亲他人还活着 他就是这间店的老板娘 我告诉你别在这儿啰啰嗦嗦 我当你是我妻子才低声下去的跟你说话 你别得寸进尺 快拿来 没有 别这样 东阳 别这样 我去告诉母亲人了 听到 别以为我不敢打你 我不是怕你打我 我只是怕母亲伤心 对不起父亲 真是个官媳妇 竟然以这种语气来教训我 我不是要教训你 我只是想劝你 不要整天沉迷在色域之中 你会迷失本性的 你不给就别说那么多废话 你以为我在外面没办法吗 洪儿 今天这么乖 自己在练习写字 是啊 好像说母亲打理店铺很辛苦 我要乖乖 嗯 这样就乖了 那写完了 让母亲看看 洪儿 你有拿母亲的语助来玩了 没有啊 没有 小孩不准讲骗话的 知不知道 我没讲骗话 我整天都坐在这里链子 你整天都坐在这儿 那你有没有见到谁进来拿东西啊 我见到父亲在这里找东西 那是不是你父亲拿走了 我问父亲 父亲不应我 他还说小孩子别管这么多事 哎 真的是东洋 哎 真的是东洋 哎 杭儿 你要记住 以后长大了 千万别像你父亲这样 知不知道 不要整天气母亲和奶奶 还有以后 要做个孝顺孩子 要懂得孝顺长辈啊 听到了没有啊 知道了母亲 哎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下 你果然有办法 我去讨论的是你 麻麻烦烦啰啰嗦的 收藏那么多手势 是个屁用啊 还不是我母亲送给他的嫁妆 你父亲已经不在了 家里就你一个男丁 过一阵子 那间布庄 还有其他生意 都归你所有 到时候啊 一定要大事庆祝一番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要啊 我母亲有在的一天 我哪里会有自由的啊 啊 那时候啊 现在你也不错啊 还有件布庄 想起来真气 那个阿贵真是没用 一点秘密都守不住 哎 有什么好气呢 不开心的话 来找我们开心呢 清醒啊 真是明白我的心了 最近钱老板还有来找你吗 哦 那个钱老板是吗 听说他老婆除了金铺之外 哪都不准他去呢 可不是啊 我真是想不通这个人 有大把钱 就是不敢花 哎呀 清醒啊 像我们程少爷这样就不同了 家有娇妻 一样明目张胆的出来风流快活 的确 我们程少爷 比起钱老板好很多 他又年轻又大吧 好像他这样的少爷 在我们百乐门 是最受欢迎的了 是不是小姐 是啊 是啊 程公子捧了你这么多次场 你也赚了不少啦 哎呀 你怎么这么说啊 程少爷虽然有钱 但是他人品也不错啊 你不是说真的吧 亲戚 当然是真的啦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不如这样 待会吃过饭 一块去跳舞呀 好 好 先开一杯 来来 先开一杯 来 丧公子你行不行啊 行了行了 开姑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 我们没事的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没罪啊 我们哪有罪啊 我们 程公子 下一次你再来 清清就服侍你一个人而已了 我 我现在告诉你啊 我程东阳大把钱 我要玩谁就玩谁 清清 我明天再来 你再见 开姑啊 真是败家子 那个清静 越看越有味道 你喜欢就拿去吧 东阳兄 你不是说笑吧 东阳兄今晚喝多了 他说的话你别信 我都说没罪 这样的姑娘怎么会跟你讲心呢 他真的喜欢坐在我这台啊 别太天真了 为了钱而已了 但是至少有钱 可以令那些姑娘夫妇 贴贴头进怀里也不错啊 即使宋杰一早就喜欢上清清姑娘了 只是看到是东阳兄的 才不管开口吧 我早猜到了 明天叫清清服死你不就行了 那是你说的我没逼你啊 我大把钱啊 还怕没女人嘛 比起你好几十倍都有啊 傻瓜啊 好兄弟 好兄弟 善恶到头 终有包 只是来早与来迟 一丝脑硬 故往今来放过谁 神经病啊 他干什么呀 他醉了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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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儿来 那 点支箱给菩萨 求菩萨保佑红儿快高长大健康快乐 我还要求菩萨保佑母亲和奶奶身体健康 乖 那今晚早点睡啊 母亲你今晚还要等父亲回来啊 不准问这么多 早点睡 少奶奶 还没去布店呢 现在正要去 好姐 母亲又不吃饭了 哎 夫人好像病了 对了 她今天都躺在床上 还没有起来过呢 我看她脸色这么难看 就帮她摸摸看 她全身都发热啊 那不要再等了 快到村口去请大夫来 好 我马上去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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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我 我看我快不行了 我要去和老爷见面了 母亲 母亲 你平静说这样的话 好姐去请了大夫 很快就会回来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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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全身软趴趴的 两只眼睛都睁不开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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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母亲 你正做一点 你没事的 大夫 我母亲她怎么样 是什么病呢 是啊大夫 夫人她会不会 她没事 小病而已 不是啊大夫 夫人她全身都冒汗 脸色那么难看 身体又发热 怎么 怎么会是小病呢 其实她只是普通的发烧而已 吃点药就没事了 但是她刚才全身无力 真的很辛苦啊 近来她少吃东西 所以身体比较弱 而且丈夫刚刚才去世 所以她没胃口 原来是这样的 我刚才差点被母亲吓唤了 没事就好了 我现在开药房给你们 谢谢你大夫 这有这么神奇啊 是啊 哎呀 你们没见过 当然不相信了 怎么养鬼子也懂这些 真是叫人难以相信呢 听说啊 那养鬼子学过什么鬼学之类的 可以将那些死了不久的人的魂魄 招上来啊 招魂魄上来干什么 哎呀 那些死人的家属 不是很惯念他们吗 把魂招上来 可以跟家属聊天 以解决他们相似之苦啊 跟那些鬼对话 真是厉害啊 哇 那请他来不是很贵吗 我听说啊 做一场法事啊 要一千个大洋 一千个大洋 一千个大洋 哇 那不是只有那些有钱人才有资格吗 那用说 不过 我又听说 他们今天啊 会在秋府做一场法事 不如 我们去开开眼界吧 好啊 这么懒的的机会 当然要看啦 是啊 走吧走吧 哈哈哈哈 他是不是在找丘夫人的鬼魂啊 是不是 哎呀 應該是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剛剛才來的呀 老爺 你真的是阿美啊 你別過來 我現在已經是幽魂了 阿美 我好過念你啊 我知道 要不然 你也不會通過法師來找我了 是真的 是丘夫人的鬼魂啊 阿美 你現在在陰京過得開心嗎 我生平不做虧心事 此後七七日內 必定投胎善道 不會再墮入惡道受苦 老爺你別操心 還有 你們要記住 一個人要多做善事 廣基因德 日子久了 善業必定多過惡業 死後 必定生善道多 你們別不信做功德的果報 我在死後 才感受到 做什麼因 就會得什麼果 所謂個人素業個人當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希望你們多積功德 以免他日死後 受地獄酷刑之苦 阿美 你所講的一切 我都會銘記在心的 對了 我知道 你已經有了相好的人 阿美 你怎麼知道的 我生前都已經知道了 真的呀 終於想不相信都難了 他連邱老爺在外面 有個相好的人都知道 男人三妻四妾是很平常的事 我希望你早日娶他過門 代替我服侍老爺 阿美 我無心隱瞞你的 你放心 我沒怪你 生前你對我這麼好 你不愧我一個好丈夫 以後 你要好好地保重身體 還有 你要告訴我們的孩子 叫他要老老實實地做人 我要走了 阿美 阿美 趕快 這個洋鬼子真厲害呀 是啊 我們布 쐎刑了 kau可 我这一生人做了没经过这么精彩的场面 下次有机会我再通知你好 这种布料很美 我们小姐说有没有新款的 有有有 我拿样板给你看 你看合不合适 这款式蛮漂亮 我全部拿回去给小姐看好不好 好啊 我帮你包起来 大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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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做的一切都已被记录下来 你承认到你就会被打入地狱 不要 原来是做梦 这几种款式也不错 李小姐看合适了 就带她来量身吧 好我全部带回去 慢走啊 少爷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不见少奶奶呢 少奶奶在家照顾老夫人 嗯 嗯 哇 这款式这么难看谁订的 哦 这些布料是少奶奶订的 我们也是订不多 因为样式比较冷门 订多了卖不出很阻碍位子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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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什么事 我肚子好痛啊 少爷 你没事吧 糟了 一定是一定是我刚才吃错东西了 还说什么呀 这木头站在这干什么呀 还不够他要抬天去 买药来给我 快点啦 那谁顾店呢 这间店不会飞走的 快点啦 哎哟好痛啊 那我去咯 啊 好痛啊 肚子好痛啊 东阳 阿贵 阿贵啊 你在哪里 要买回来了 要买回来了 少爷 少爷呢 出去了 刚才少爷说肚子疼 叫我帮他去买药的 哎呀 那些大洋跟银票不见了 对不起少奶奶 是我一时大意 对不起 哎 与你无关 早知道少爷这么 这么狡猾 我就被上下的当了 他迟早都会来的 对啊 如果少奶奶您在 那就好了 你回去工作吧 但是这些钱 少奶奶 不如你从我的工资里扣除吧 阿贵 少爷有心要骗你 就算今天骗不到 改天他还是会来的 对不起少奶奶 嗯 母亲 晚君 有空应该到大厅坐坐 跟我们一起聊天 日子才容易过啊 甚至可以到店里去看看 店里有你和阿贵看着就行了 不用我去的 我只能帮忙看看而已 你始终都是这间店的老板娘啊 哎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早晚要放手的 这间店 不交给你 难道交给那个败家子 母亲 快别这么说 夫人 这些补品炖好了 可以喝了 哎 我没有胃口 大夫说你没事了 不要心理作用 我不是心理作用 昨晚我又梦见老爷了 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如果说她是不幸的 那我这个寡妇何尝不也是命苦 母亲呢 大夫说呢 你要吃点东西 要不然会营养不良 身体会虚弱的 来 喝了它 好花不尝尝 好天不尝尝 潮的街小门 好天不尝尝 好天不尝尝 东阳 你真有办法 每次都那么顺利 想起来就气 用自己家里的钱 每一次都要我动脑筋 真烦 这证明你有才华 诡计多端 什么才华 一切讲钱 没钱就万万不能 程少爷 两位公子 不好意思 要你们久等了 没关系 你坐过去 你过来 为什么 你整天服刺我不会厌的 今天你服刺我兄弟 过去吧 为什么 陈少爷 难道你已经对过厌倦了 清清 你不是这么专情吧 不愧是财貌双全的清清姑娘 本少爷正有此意 你 快点换位子吧 宋公子的赏赐也不差的 是 过来 过来 过去吧 清清姑娘认钱不认人的 服刺谁都一样的 来 走走走走 给你的 给你的 我很大方的 宋杰兄 今晚管得痛快点 好 来来 开动 吃饭吃饭 来来 东阳兄 没想到你真的那么大方 肯将亲戚让给宋杰 我成东阳一言九鼎 说话算数的 清清 怎么这样的联口 难道你已经对陈公子动了真情 你是不是不甘心东阳兄让清清让给我 不如这样 今晚我再让回给你 有钱还怕没姑娘 吃饭吧 吃饭 来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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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